iPhone 13 Pro 系列 Hello 大家好 再来看了我的iPhone 13 Pro 系列了吗? 还没有看的 赶快去看哦 然后今天要开箱的就是iPhone 13和iPhone 13 mini 这两款手机都有属于自己的用户群 比如喜欢小屏幕的 还是会有情怀的 价钱方面也是大众人能负担得起的 那么这次iPhone 13系列又有什么升级了呢? 今年iPhone 13和iPhone 13 mini两个手机包装盒 都是白色底的 开箱后里面依旧跟上代没什么差别 就是有手机、充电线、SIM卡帧和说明书就没了 外观上 这次iPhone 13全系列刘海缩小了20% 前置镜头从右边移到了左边 听筒移上去了 都是比较微小的变动 唯一比较大的变动就是 iPhone 13和iPhone 13 mini的后置镜头 从上代的一上一下变成了左上右下 也因此我觉得如果入手iPhone 13系列的话 这两个版本是属于一眼望上去 就是最新的iPhone 比较好认 你们说是不是? 这款手机的尺寸与上一代相同 屏幕分别为5.4寸和6.1寸 上手的感觉真的觉得非常的轻巧 尤其是iPhone 13 mini真的很可爱 感觉就是拿着一款玩具手机这样的size 两款的边框就用上了不锈钢材质 重量分别为140g和173g 这边要说一下 iPhone 13 mini真的是属于那种单手握持 使用非常方便的手机 拿着手的感觉非常妙 就是小小力 但是性能又强的感觉 还要是Apple手机 就真的很奇妙 不然你们有空的话 可以去店面看看这一部手机 你们也会有同感 屏幕方面 两款都是使用Super Retina STR OLED屏 两款的屏幕从上代的600nit 提升到800nit 亮度提高了28% 所以在重足的阳光下更容易看清 对于HDR模式亮度更是可以最高达1200nit 配色一共有5种选择 其中一个粉色就是我今年最喜欢的配色 因为它的粉色不是那种粉粉色 而是那种浅粉色 所以比较好看真的很美 这个配色我觉得男子都会喜欢 而且光线下看非常柔和很粉嫩 除了我刚刚说的粉色 就还有蓝色、黑色、金色和红色 所有配色都很好看 至于怎样选配色就看个人喜欢啦 我总配色你一定有一款适合你 iPhone 13系列搭载了全新的A15 Bionic处理器 带来了更快的神经引擎 全新的图像信号处理器 ISP以及计算摄影方面的大跃镜 同时依然支持多帧图像处理技术 也因此iPhone 13系列加入了一个很厉害又好玩的升级 那就是Simimatic电影效果视频 只要用手机就可以拍摄出专业相机背景虚化的视频 将背景模糊 让拍摄的主体更加突出 当然不只是可以将背景虚化 也可以将前景虚化 还有如果拍完后想要改变焦点还是调整模糊 都可以再去调节 真的很实用和专业 这个即使是专业的那种相机 也不一定做到这一点 对大部分喜欢录影的人来说 就会更有趣 比较容易上手 实现人人都可以随手拍大片的感觉 在相机上 两款搭载后置双色组合 12Mbps广角和12Mbps超广角 支持5倍数码变焦 而前置自拍就有12Mbps 当然photographic style 也是iPhone 13系列都有的新功能 也就是摄影风格模式 可以拍出更有个人性的照片 这个功能让大家可以在拍摄之前 设定好自己想要的照片风格 拍出一张效果很好 又非常自然的照片 我就放一些照片给大家参考参考 同时也支持Dolby Vision HDR Recording Portrait Mode 夜间模式自拍等等 还支持杜比世界60fps的拍摄 另外iPhone 13的续航 就比上一代多了一个两个小时半 而iPhone 13 mini的续航 就比上代多了一个小时半 相比上一代就更强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升级 就是从往前的64Git 变成128Git 分别是128Git 256Git 和512Git 售价方面 iPhone 13 mini就从3,399块起 iPhone 13就从3,899块起 都是从3,000多块起跳 如果你的budget不是很多的话 又想买iPhone 就可以考虑选择iPhone 13 或者iPhone 13 mini 总结来说 我真心觉得 Apple对于iPhone 13 和iPhone 13 mini 都非常的用心 不只是专注于 推比较高端的Pro版本 相信这是因为Apple认为 就算你今天购买了 属于比较低价格的iPhone 也可以享用很多超方便的功能 以及媲美Pro版本的配置 这些我们都能重新加入的 Simimetic功能 摄影以及续航方面 看到Apple 对于价钱比较清明的iPhone 13系列 现在满满的诚意 借使更多的人 想要从别的手机牌子 跳槽到来iPhone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按赞 分享还有留言 我是天天总版的Apple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好